很多人都听过新北深坑的知名小吃臭豆腐 但是您有吃过臭豆腐糖包吗 这间位在北深路上的糖包店有创意又美味 把又辣又香的臭豆腐包进了糖包里头 不但内馅是辣精十足 臭香味浓郁 而且一口咬下还会喷汁 另外这道牛肉卷饼也让许多客人吃了就赏面 厚实的饼皮包裹着咸香的牛肉片 里头还有葱段跟独门酱汁的辛辣感 越早越香相当过瘾 打开蒸笼铝铝铝白烟串出 热乎乎的汤包相当水润 他们是有把臭豆腐放到汤包里面去 第一次吃是觉得很惊艳 真的是完全吓到我了 它吃起来是完全很搭的配合在一起 我已经来这家店吃过很多次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店都是台线点线做 然后汤包都是皮包 然后汁多很鲜美 常过的客人都说 这臭豆腐汤包内馅多汁未美 这家会在新北深坤的汤包店 不管平日假日 总是吸引许多饕客上门尝鲜 汤包好吃的关键 是拌鱼黑枝后腿搅肉时加入皮洞 目的是为了要提升汤包里面汤汁的分量 我们再取臭豆腐 然后加了我们特制的麻辣酱之类的调味料 把它腌制好 腌制好之后再把它充分的混合 香气十足的臭豆腐内馅加入特制麻辣酱 与角肉拌鱼后麻辣香气四溢 汤包的限量制作好了以后呢 我们会打面 面皮我们擀的要求呢 是中间厚四周薄 这个在包包子的时候呢 底才能够厚 熟练的搓揉面团的张美玲 是外省第二代 从小玩面团长大 制作汤包皮功夫底子相当深厚 我的爸爸是一个军官 小的时候呢 我们家有眷良的配置 所以呢 常常在星期假日的时候呢 我们就一家人 和面 擀皮 包饺子 包包子 包满内馅的汤包皮 一折 两折 三折 不到十秒钟就折出 十八折子的完美外皮 能够不容易破 然后边上薄抓起来的 那个汤包的头 面头才不会太厚重 结合深坑在地特色的 臭豆腐汤包蒸好后 每颗魂圆饱满 扎实内馅 沉甸甸堆积底部 一口咬下内馅肉汁 或者臭豆腐麻辣汤汁不断流出 香气逼人 它那个汤汁又很足 然后那个皮又厚度又差到好处 所以它一口咬下去 就是有臭豆腐的那个臭味 又有那个肉的香味 再把汤包里的内馅 换成清鲜白虾 和张美玲自己喜爱的丝瓜 也激荡出型滋味 我们选用的是澎湖的角瓜 因为澎湖的角瓜 口感吃起来比较脆 比较清甜 不同于臭豆腐汤包 丝瓜虾仁汤包夺之秘诀 赞于掌握丝瓜切丁 白虾剁泥 加上调味料混合的时间 和内馅的薄水度 装到这个肉盆 我们会送进冷冻 附去急速冷冻 把这个丝瓜的水分给它锁住 光有澎湖丝瓜的鲜甜还不够 张美玲不手软的加入一整只新鲜白虾 增加汤包口感的鲜甜和美味 满载着张美玲儿时记忆的 丝瓜虾仁汤包一口咬下 湯汁喷满口中 嘴里满是鲜甜滋味 吃得到丝瓜多汁香甜与虾肉Q弹口感 这个汤包我们先咬一口 然后吸引它里面的那个丝瓜汁 还有虾仁的鲜甜味道 非常的棒 一边赶着面团包着自己最爱的汤包 虽然是再熟悉不过的动作 却是常让张美玲想起 小时候妈妈在家做面食的幸福时光 因为我们从小呢 妈妈就常常做这个面食给我们吃 所以呢在我的脑海里印象非常的深刻 这个妈妈的味道呢 始终都留存在我的心里面 于是呢我就开始试着自己尝试着自己做 去把妈妈的味道扫回来 让张美玲记忆深刻的妈妈味 还有这道牛肉卷饼 先把低脂少油富有嚼劲的澳洲后腿牛健心 过水去腥 再把牛健心 蒜头 辣椒等食材 与乳汁香气灵魂加传中药包 入锅煮五个小时 苦到呈现亮合色 我们特地有添加了这个当归 那这个当归呢 的味道呢 可以特别的提升这个牛肉 它本身的味道 从小就开始做面食小点 张美玲常年累积下来的纯熟技巧 也在自家做的饼皮上 发挥的淋漓尽致 几道风絮把它卷起来啦 卷成蜗牛状啦 然后呢再把它擀平 擀平成长方形 我们需要的一个大小长度 手工饼皮放上煎台 慢慢用高温热油煎到两面金黄焦脆 刷上特制酱料 放上厚实牛肉片 新鲜小黄瓜和三星葱段 包的骨骨的牛肉卷饼 光看就勾人食欲 一口咬下牛肉和葱香气 直冲饼腔 饼皮搭配特制酱汁 越嚼越香 底头还有小黄瓜 清脆的口感 吃来相当解腻 那它是有厚度的 带围巾围肉 里面的小黄瓜 我觉得很新鲜 很清脆 不会说湿湿烂烂的 还有葱段 它吃得出来的辛辣味 然后它里面还有 用它们独特酱汁 所以它结合起来 你吃起来口感就是很不一样 每道料理都是手工现做 难免遇上忙不过来的时候 但是很多人还是甘愿等待 像是这碗酸辣汤 随手一捞满满好料 汤头酸辣够劲 尝得到软嫩肉丝 与损失的脆甜 我觉得它的肉丝也很软嫩 然后里面的料都超多 你喝一碗就觉得很有饱足感 不会像外面的酸辣汤就是会有那个人工的那个味道嘛 它就是有没有妈妈的口感 就是很像那种传统的外省的餐厅的那种口感 对 让我的孩子都能够感受得到妈妈的味道 进而去跟我的所有在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去分享 希望每个吃到我汤包的人都能够感觉到温暖 都能够感觉到幸福 沉浸在与面食为伍的幸福感中 张美玲笑说自己要做到做不动为止 希望能将自己的这份家传味道继续的传承下去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一般的餐菜料理通常需要多人分室不同的餐点 为在新北三重这家人气川菜店逆向操作 把大菜做成了迷你套餐 通通都可以一个人独享 招牌番茄酸菜鱼 选用带皮的巴鲨鱼切片 丰厚的胶质跟甜口感 鱼片厚嫩瘫压肉质细致 汤汁酸甜个味带着浓浓的番茄香气 令人食指大动 而麻辣烤鱼烤到了外皮焦香酥脆 鱼肉细致鲜嫩淋上了飞腾冒泡的酱汁 一口吃下 形香的滋味在嘴里花开来 令人回味无穷 热腾腾的番茄酸菜鱼衣上桌 百言四散 空气中弥漫浓郁香气 红通通的汤头满是番茄精华 搭配滑嫩鱼片和脆甜酸菜 一入口味鲜酸爽十分开胃 坊间应该都是用钓鱼片 可是它是用巴沙鱼片 会比较Q弹 有点像石斑的感觉 可是它的价位又不像石斑这么贵 很入味 配饭也不错 很开胃 要制作一碗色香味俱犬的三菜鱼 主角三菜绝对是重点 不能让三菜入味 得把它炒干才能吸收各种精华 我们会先清洗锅 让它不容易太咸 也不会过酸 然后三菜品质有挑过 就是尽量是很鲜脆的 三菜豪迈下锅和姜蒜头一起爆香 一回合功夫正正咸香味扑鼻 接着还是要加入腌萝卜 泡椒 这是让味道更有层次的秘密武器 上的那个萝卜是我们自己下去腌的 就是用泡椒跟泡椒水下去腌 加一些糖 加一些油 除了酸菜 鱼片也是一大重点 老板呂欣佩用越南产的巴鲨鱼 切成薄片 新鲜鱼肉紧硬剔透厚薄度 更是掌握得刚刚好 最后再用胡椒跟盐巴抓勻腌制 把它片成薄薄的鱼片 加点胡椒 盐巴 菜白粉下去做颜色 抓到它稍微起胶 就是摸起来稍微是绵绵的滑滑的这样子 番茄 蒜头和酸菜大火炒香 两口完美结合 整个厨房全是清甜香气 最后加入蔬菜 鱼片 整整整整一点的好滋味 每一口都不无聊 凉凉的天气里来上一口最暖味 翻门一碗配料丰富 带皮的巴刹鱼片多了胶质 起饱香醇汤汁 口感滑嫩Q彈 新鲜比利时番茄鲜嫩多汁 酸菜咸香爽脆 两者带来巧妙平衡 让汤头酸甜殆尽 番茄蛮浓郁的 可是它喝前来就是不会到死咸 进到厨房立刻又闻到呛辣的花椒味 直接旅行配先将蒜末爆香 持续加入花椒 干辣椒 耐心的一意爆出香气 没有过多的材料或调味 简简单单就是无辣不宽者的最爱 干辣椒一定要最后丢 然后火候控制很重要 它干辣椒非常容易黑掉 黑掉的话整个油会变得很苦 没有办法有